大家好 今天是5月27日 星期四收市之後 說這麼快 銀生指數又上回29000點 過去這個星期 我想最值得人開心 A股向上突破 因為3、4月以來 上證指數都受制於3500的水平 結果現在 講講一下 已經去到3600 明確地配合很多的成交 很多北向的inthrow 去支持A股向上突破 這個東西是堅實的 至於恆生指數 始終有ATM的監管 拖累等 令到它無緣這麼快的突破 不過 都試試區間頂 3、4月的區間頂準確來說 2萬9268 29268 收穩座 為之突破 當然 近日 都未能夠收穩 最高 比29261的 差不多7點 還要是日中了 我要的是收穩 所以 現時仍然其實是看著恆生指數 只是一個區間 當然 A股繼續上 我們就繼續去試 A股Touchwood 回落的話 當然我們又受制了 所以恆子現在繼續玩 選擇2萬8-2萬9 或者 儘快點說2萬9268 不過 科技股 氣氛好很多 科子 我上個星期跟大家說的時候 還在說科子企運7,800 看8,500 現在就已經8,100 我相信很多ETF的朋友 捱過了低位 現在漸見街景 我覺得可以繼續持有 其中小米 網易 金碟 甚至乎今天的明媛雲 都應該會幫到科子 後市 最重要 記住 29268 科子 其實已經在望8,500 即管 看大市 如果確認 可以升穿區間頂的時候 才會再追多一點貨